大家好 我是泰魯閣國外公園解說員林茂耀 我們現在來到太平洋海邊 這裡是泰魯閣國外公園唯一的領海的區域 在這裡我們可以看到非常壯觀的清水斷崖 清水斷崖的行程主要是受到板塊運動擠壓所造成的結果 大約600萬年前 菲律賓海岸板塊碰撞到歐亞大陸板塊 把大陸板塊抬升上來 台灣因此就形成了 而且在台灣島這個地方形成一個非常陡峻的高山 而這兩個板塊結合的地方 就形成一個非常長的南北向的斷層 這個斷層在南邊是花東縱谷 在北邊就是我們現在所看到的清水斷崖 清水斷崖從太平洋深海拔地而起 到海拔最高的是2408公尺的清水山 從海岸一直上到山頂 它的山的坡度幾乎在45度以上 但是在接近海岸的地方 由於長期收到海浪的拍打跟侵蝕 所以形成一個接近於垂直的地形 非常的壯觀 地形險因為的清水斷崖 它可以說是一道天然的地理屏障 我們現在可以看到有蘇澳公路橫切過清水斷崖 可是回想到一百多年前 想要從陸路越過清水斷崖來到東部 那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第一條穿過清水斷崖的官方道路 是清代同志年間所興建的北路 興建北路最主要的原因是在1874年 牡丹社事件發生之後 清代政府警覺到東部國防的重要性 因此擬定開山府藩的政策 先後派下線輪和多大村來開著北路 從蘇澳到花蓮全長大約200華里 也就是大約115公里 在日本統治台灣的時期 台灣總督府也一直希望能夠開著一條 從蘇澳到花蓮的一條道路 於是在1916年就開始從蘇澳動工 花了九年的時間 一直到1925年完成了一條 橫越過清水斷崖的道路 但是這條道路沒有辦法行車 只能步行 於是1927年又再度施工 將這條道路整建為 一條可以通行車輛的道路 這條道路在1931年完成之後 當時的台灣總督石種英帳 就將這條道路命名為臨海道路 臨海道路從蘇澳到花蓮全長121公里 可以單線行車 一直到日本時代結束以後 政府再將這條臨海道路 整建為我們現在所看到的蘇花公路 北路、臨海道路、蘇花公路 這三條不同時代的道路 正述說著不同時代 不同的族群 進入到東部的歷史 要欣賞清水斷崖的景觀 除了在蘇花公路沿線之外 太魯閣國家公園也在這個地方 規劃三條步道 分別是崇德北口步道、惠德步道 以及我們現在所在的河人步道 河人步道位在卡納岡溪出來口附近 沿著步道下到海邊來 我們可以非常輕易地看到海石洞的地形 海石洞的行程主要是受到海水持續 拍打山壁所造成的結果 所以我們後方的海石洞 也可以知道說 過去這個地方曾經是海水 非常容易打得到的地方 但是受到板塊抬升作用的影響 這個海石洞已經距離海岸 有相當的一段距離了 除了海石洞之外 我們在這片片麻岩的山壁上面 可以看到一道道白色的礦物 這是石櫻脈 石櫻脈的行程主要是片麻岩 在地殼抬起接近地面的時候 溫度降低慢慢冷卻變成岩石 同時也形成非常多的岩石縫隙 這個時候溶點比較低的石櫻礦物 依然到處流動 最後看入在這岩石縫隙當中 形成我們現在所看到的石櫻脈 清水斷崖除了特殊的地形景觀之外 穿越這片斷崖的清代的北路 日本時代的臨海道路 以及我們現在的蘇花公路 對東部的歷史發展都深具意義 值得您深入探索 太魯閣國家公營歡迎您的到來